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半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早上你就可以玩它,可以强壮身体 疏通血管,疏通经脉 还能够排出寒气,排出湿度 使身体跟着轻盈,跟着强壮有力 身体倍棒,吃麻麻香 比年轻的小伙子还要有力气,还要有精神 整个人看上去气色好,皮肤红润有光泽 气血充足,这道带茶饮 熟糖起来试一试,可以滋养我们全身的 生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吃房的一种非常好的调味品 秋日增添的效果是比较强大的 生姜其实不光作为调味品 还是一种药材,中药材的 炎热的夏天,或者有某些种原因的 人体唾液,分泌就会减少 因而会影响食欲 番茄吃上几片生姜 可以增加胃肠蠕动,增进食欲 这就是人们说的 冬吃萝卜,夏吃姜 饭不香,吃生姜的道理 炎热的,在炎热的时候有些兴奋 排汗降温,提神作用 对一般熟热表现为头晕打 心气,胸闷,恶心的疾病人 都可以喝一点生姜汤 中国传统的防薯中成药 人生就含有生姜成分 作用就能够健庇,提神又醒脑 平时我们着凉了 受凉引起的感冒,头疼,胸痛 喝一些生姜水,能够增加血液循环 使全身发热,有助于把身体的寒气 全部排出去 如果我们平时吃了受污染的食物 引起了结性胃肠炎 这样吃一点生姜 可以起到防热的效果 生姜提取液 具有显著的抑制皮肤真菌 杀敌虫的功效 能够治疗各种的错疮 可用于生姜 泡水 我们用生姜水涮口 能够治疗牙周炎 预防口臭的 脚是我们第二个心脏 身体上的各个器官 都能在脚上找到相关的穴位 这量的泡脚 不仅能够改善胃消循环 泡脚水中加入适量的生姜 生姜性热 可以加快速度驱寒 又能够预防感冒的 生姜是一味特别好的中药材 我们吃生姜 可以清理血管的垃圾毒素 把生姜的毒素全部排出去 使血管跟腔的通畅 顺畅 生姜跟人家健康呐 身体轻盈 身体棒 吃麻麻香 这里准备生姜 大约准备了300克的生姜 我们再把生姜洗干净 生姜表配有一些辣脂 细菌 可以加入一勺湿饮洗 洗干净 因为生姜不需要去掉外皮 生姜果肉属于温性 果皮属于寒性 两点综合到一起吃 阴阳刚好地释放出来的 洗好之后 再用流动的清脆 冲洗干净 准备红枣 红枣500克 红枣含有可食用的蛋白质含量 还有脂肪 粗纤维 钙 磷 胡萝卜素 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红枣含有特别丰富的葡萄糖 果糖 植糖 低聚糖 阿拉伯糖 半乳酸聚糖 维生素 微量元素 能够增强体质 还可以提高人体的抗过敏的能力 红枣 吃红枣 可以养肝 补肝 健脾养味道 能够帮助降低血清骨饼 转安眉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提高慢性肝炎 肝硬化的患者 血清蛋白 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水平 红枣含有黄筒 葡萄糖A成分 葡萄糖肝A成分 最有很好的镇静 催眠 催眠 降压的作用大 红枣含有的 卵领酸腺肝 是人体代谢能量的必要物质 可以增强激励 消除疲劳 扩张血管 增加心肌收拖力 改善心肌的营养 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 有很好的作用大 老话说 月十三枣 长生不老 这说明了 红枣具有很高的 营养价值大 每天都要吃上几颗红枣 可以使我们皮肤 红嫩光泽 健脾养味 滋补全身 红枣可以补气补血的 具有很好的养血安神 健脾养味的功效 如果经常胎卷打 乏力打 失眠 多梦打 都可以使用红枣 能够还好的 还原这些情况 红枣能够还好的 补充血气 使气血充足 使血脉通畅 能够还好的 清理血管的垃圾毒素 使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非常好的食物 多洗两遍 多搓揉搓揉 像洗衣服一样 来回的搓一搓 洗好之后 再用流动的清水 再洗一洗 红枣洗干净之后 用厨房剪刀 把枣壶去除 枣壶比较燥热 又坚硬 不可以食用的 红枣全部处理好了 我们把红枣 放到破壁机里面 加入50毫升的清水 不要多 灶壶打好之后 倒入锅里面 再把生姜块夹进来 加入一把红的清水 搅打就可以 准备一个漏网 把生姜汁过滤出来 只要汁水就可以了 这个生姜末呢 我们不要丢掉 由炒菜吃 晒干之后保存起来 还是不错的 我们加入红糖 大约200克 因为生姜比较新 红糖是亮的200克呢 能够综合一下口感的 接下来就要一直不停的炒 不停的炒了 要小火慢慢的炒 不容易糊 可以把水分炒干 炒了十几分钟 像这样比较粘稠 没有任何的水分就可以 我们关火晾凉 晾凉啦 放到罐子里面 一定要常温的晾凉 不然的话不好保存的 我们直接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 冷藏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能放上很长时间的 我们往上一搭手 这样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喝上一杯暖暖喝喝的 匆匆的闹脚 可以把身体里面的毒素 垃圾 湿毒全部排出体外的 这道红枣 生姜 红糖水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铁匙里可以多喝一些 疏通血管 疏通经络 滋补身体 强壮骨盖 营养很丰富 做法又简单的 做好放到罐子里面保存 放上好几个月都不会坏 每天喝上一杯 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大 营养非常的丰富 喝起来微微的辣 很好喝 喜欢的朋友们 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做给家人喝 养生的好食材 点看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视频 给大家更新的 真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